分類類的方式 分類類的方式 fx等於 x1是5-x平方 x1是3-x平方 問你說 limit x去徑1fx 含數值有沒有存在 分點是在1的地方 分成不同的含數 我們之前做過一個 分成不同的含數 算出來是含數值不存在 左極限不等於右極限 這個到底是不是說 分兩個 那它的極限值就一定不會存在 左極限就一定不會等於右極限 好 我們來看這題看看 那就是說 你可以先算它的左極限 先1 那1負好了 1負的話 小於0 小於0要用這個 5-x平方 那x用1帶進去 那就5-1平方 就5-1等於4 所以左極限是4 那用極限呢 右極限就是要 1加 1加的話 x大1要帶3加x平方 3加x平方 1帶進去 不會十分為0 就直接帶 所以3加1平方就是4 好 左極限 右極限都等於4 那就表示這個時候 它的含數值 這個就是4 所以 並不是分兩個 它的極限值就一定不存在 還是要去算 其實當 x等於1帶進去的時候 這個x等於1帶進去等於4 這x等於1帶進去也等於4 這值就會一樣 那你如果能夠直接帶就直接帶了 看它有沒有一樣 那如果直接帶一樣 就是含數值其實會存在 如果直接帶不一樣 那含數值其實就不存在 那有時候是不能直接帶 不能直接帶 你要先去發解一下 再來做 好 看它有沒有相等 有相等就有存在 不相等 這個含數的極限值就不存在 看看有沒有